今天来画一幅简单的江南春天主题画 用到了妈妈买的宣纸 爸爸买的自来水 还有我从家里捡来的水彩笔 借来老师的黑色勾线笔或者马克笔画出房子轮廓 加个影子 再用我捡的水彩笔画出油菜花田 用绿色系过度 上面用黄色画出油菜花 我的没有萌萌色水彩笔 就借了老师黄色系的马克笔 用粉色水彩笔画出桃花 深粉色加重暗布 简单用水运染一下 干了之后用棕色马克笔画出枝干 绿色画出油菜花花感 黄色随意点出画出油菜花就可以了 一起看一下最后的效果吧 天空晴朗 把云流淌 鸟儿自由歌唱 阳光照耀 高高山岗 开满波红梦想 风轻轻吹 失离到花香 一条大路长 三条大路长 大路长 即港 感谢观看